HELLO,大家好,我是孙宏老师 3DS Max 基础这门课是18周的学分课程 教学影片的进度也区分为18个单元 里面包含了定时作业、期中作业以及期末作业的范例操作解说 作业的缴交需求 3DS Max 基础这门课的目的是引导同学学习如何应用与操作 AutoDesk公司的3DS Max 这套软体 3DS Max 是目前使用者族群最多应用层面最广泛的动画软体之一 它广泛应用在游戏、动画、电影、电视、广告、特效、建筑以及模拟这些领域上 在课程的进度安排上 我们会是循序渐进的由慢而快 但一开始比较慢 我们后面会进度慢慢的加进 首先我们会介绍各类型的3D动画软体 让同学了解市面上有哪一些主流和比较小众的动画软体 还有这些动画软体还会有相关辅助应用的软体 包含一些产业的趋势 对于一些专有的名词 我们会先预作的说明 此外对于使用3D软也需要的硬体配备 也会做一个建议与解说 然后我们在课程开始的时候 就会先让同学认识3DS Max 的界面 以及其操作的方式 那本学习的课程包含了基本的建模 灯光 材质 动画 以及它的渲染输出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会包含3DS Max 这套软体 韩瓜它主要的功能面都会碰到 对于同学学习的要求 其实也就是学会3D动画软体的唯一的一个路径 就是多加练习 即便不熟悉英文指令 在课后也可以透过教学影片 首先就是轴记指令的位置 以及其操作顺序 能够达成课程中所做的范例为主 那本课程的预期成效是希望同学具备 3DS Max 的使用基本的能力 能够透过网络资源或者是书籍 这些能够做自我的学习进一步强化个人的技术能力 本课程在后续会接续 系上的3D游戏角色制作 游戏场景制作 游戏动作 角色动作的制作 游戏特效的制作 还有次世代数位雕塑的制作技法 那另外呢 我们会跟课程的内容 会跟使用者也是最多 能够支援的平台最多的 Unity 3D引擎紧密的做结合 那这样的一个使用观念 就是这个跟引擎紧密结合的观念 在将来一样可以应用在更高阶的 Unreal Engine或Cry Engine上面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18周课程 预期希望同学所能够了解的部分